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这个预言呢 有点很具有时代感 而且很新朗 他里面谈到了民主党 他里面谈到了贺锦丽 谈得很深刻 就是很直接很深刻 而且做出了表态 他认为民主党做了很不好的事 当然这是他说的 可不是涛哥说的 从而引发了人们对他的 就是他将出现巨大的事件 什么事件呢 咱不好说 因为人家没说 咱也不好说 对不对 但如果出现事件 就目前的场面 美国会出现混乱 我们可以一起讨论这个故事 那至于说互联网的问题 其他的问题 我个人看到 那无论怎么样 他应该是从贺锦丽出世 但是美国政坛出现剧烈重当 应该是从这个东西 这个角度 引发出一环套一环 一环套一环 那一环套一环 就有点像 有点像这个 就水银泻地 对吧 本来大家都崩着 崩着崩着 一个链条崩了 就是在美国的政经环境中 金融环境中 一个链条崩了 就全崩了 我们晚上见 然后看回看看看 crystals 金融环境应该是开始 印曜的 玩不 tan左右有点怎样一样 吃一点多好吃